今天不是一个正常的视频 今天呢是要带你们一起去 闻那个发际线 那发际线是什么东西呢 平时我扎马尾的时候嘛 就很少把那个头发整个 像这样子扎上去 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两边你看到吗 就这两边那个发际非常稀疏 我觉得不好看 这边弄得比较饱满一点 所以那个额头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正方形 OK好 Let's go 终于开到了这个地方 那这个little square呢 就是我们多伦多火锅店德庄的那个小广场 然后周围有很多什么停车位啊什么 进门呢这里有一个那个小沙发 可以给你们的男票啊 坐在这边等你们哈 然后里面就是这样 这就是美女老板 嗨 我们开始吧 好 对 这边肯定要走 对 但是如果我再往前前坐的话呢 那个就是从正面看上去就会像假法套 所以因为你这边比较好有优势 就这边有小绒毛 嗯对 所以可以做到这个地方 这是优势吗 这是优势 是哦 对这样做出来的话就会真假看不出来的那种 我们就指纹这个部分对吧 前面就是不动 前面建议不要动 不动就太假了 消毒很关键 像在就是很多客人问我 做完之后会不会发炎啊什么的 嗯 就是前期如果会发炎的话就是前期的消毒 还有器具的消毒 优势 我们现在要敷马药 是吧 是吧 敷马药 是吧 敷马药 敷马药 刚刚上了颜色 再等颜色浸到肉里面 这是闻完发际线以后 第一次给你们update 那现在是闻了以后 不要发出声音 现在是闻了以后 三天还是四天吧 反正四天还是五天 anyways 反正前面三天72小时都不能碰水 不能洗头 然后呢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发际线闻的样子 你看到就是现在这几条线 它是看上去还蛮明显蛮整齐的 然后不是很自然比较粗大嘛 这种线条 就一个挨着一个排在那边 但是呢是因为现在还没有结痂 他说就是结完痂以后 样子会比较自然 颜色也会比较浅 然后那个线也是没有那么harsh 就不像这样要搞要搞的 那我之后再给你们update啊 Hello大家好 其实今天我是打算录别的视频的 但是我今天妆就是没画好 所以我想说那就趁这个机会把头发全部扎起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发际线 想给你们看得清楚一点 哎呀你不要扒我了啦 我要说话了啦 所以现在呢是闻了以后 我看来今天是闻了以后多久啊 快两个礼拜吧 两个礼拜差两天这样 现在它处于那种掉痂的状态 就跟之前闻眉是一个意思 就是它闻好了以后 它需要有一个掉痂的过程 但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吧 就是它能够帮你修饰脸型 就好像你看我现在侧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是真的 真真切切觉得吧 我的额头的形状看起来比之前好看了 就是侧面的话 它这个弧度好像比较 碰一点就有点像人家就是打过额头的那种 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吧 然后我是记得很明显 我以前这边比较没有头发 比较稀疏比较凸的时候 那额头就会看起来比较扁皮 因为你也可以想象到嘛 如果这边整个颜色是白的对吧 那额头就自然没有那么好看的一个形状 对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现在这样子扎 就扎一个这个叫什么 公主的那种头发吧 这样子扎的时候 以前也是很明显 这两边会凸浅 然后现在你看我正面的样子 就感觉额头好像比较有弧形 好那我凑近一点给你们看 我今天也没有用wax啊那种法泥 就是把那个我的小头发梳上去 现在就是有一点点crazy 但是就可以看到吧 对吧 它这边就是开始有一点点不均匀 开始掉痂 我说出来这个过程 你们可能觉得很恐怖 但是我还是跟大家普及一下 就是它纹是怎么个纹法 但是keep in mind 我纹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疼 因为它之前会敷一层麻药 不是那种用针打进去 只是用敷在那个发际线这边 然后呢是用一个干净的刀片 人工的一下一下一下刮这个地方 刮出来就是好多条线 就好像你这边自己有头发一样 那它在画之前呢 让你觉得好像你的头发是一根一根长出来 然后呢割好了以后 大概有割 我觉得有个40条每边吧 就是还蛮多下 但是完全不会痛 因为你敷了麻药 然后呢它再用一层有染料 或者是有颜料的那种纸之类的东西 盖在上面 就是让颜料浸进去你的伤口里面 然后好像等了大概5到10分钟 10到15分钟之类的 它再把那个纸给接下 就有颜料那个纸 然后再用纸巾把剩下 就多余的access 那些颜料擦掉 然后呢你的那个颜料就进入你的伤口 然后它刚刚闻出来的时候 它这边就是非常粗的线条 就是一条一条一条 看起来会非常非常不自然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它就是慢慢开始掉痂嘛 掉了以后呢 就会比较自然 然后颜色也不会太深 因为呢你闻把剩下的时候 挑的那个颜色 跟你本身的那个头发颜色 一定要很接近 或者是比你本身的颜色要浅一点点 因为千万不能比你本身颜色深 不然的话 这边如果你扎起来的时候 会看起来像一个发套这样 然后呢在纹之前 它也会先用笔给你画出来 你要纹的面积 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 我不是很记得 反正就是还有一小块也是凸了 我觉得这个前面 不是凸了 就是没有什么头发 对 然后我是觉得它这个前面纹的蛮好的 就是基本上 你现在好像看不出来 我前面有纹过什么 我现在都找不到到底是哪一边 反正我觉得前面这个地方很自然 然后这边呢 据说调完加以后颜色会变得很浅 然后那一条就是纹路 纹上去的纹路不是那种一条一条很粗的 是比较细的 所以看起来很自然 像你真的头发一样 所以呢 我之后再过一段时间 等加调完了以后 再跟你们进行update 当然如果你实在实在实在受不了 你刚刚纹好的发际线 那个色差的话 你可以戴一点帽子 现在又是冬天就正好 Hello 现在是跟大家最后一次update 现在发际线的效果呢 就是大概是这样 其实跟我上次跟你们update的时候 感觉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 除了现在那个 之前那个夹嘛 就是全部掉完了以外 对 那我个人是感觉这个发际线 纹跟纹之后的确是有差的 特别是如果你翻到我那个片头 刚开始还没有纹的时候 我头发整个撸上去 两边不是有缺口吗 现在远看就是 进行了很好的一个修饰吧 但是当然它又不是直发 如果你的budgetOK的话 我这边纹是800块钱加币 我觉得价格稍然有点小贵 那如果你能找到更合适的价格 我觉得是还挺好的一个选择吧 如果你问题比较大呢 也像我这样子就是凸得很严重 那我觉得就还不错 看你自己一种权衡一下 这就是我跟你们分享的 我的一个经历 我个人还是蛮满意 这个效果的就是修饰脸型啊什么的 对 好 那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